然後戴手套 那我這位上傳喔 對 這些東西 然後以後 您可能不用啦 就是他們有研究所的 就來你看江老師當時我示範的時候 他幫我錄影 好 我跟你講我自己在以前 除非我碰大腸桿菌 那種OE57那種毒性的 不然其實我不會戴手套 但是我現在在教學 所以我跟大家承認說 我們以前 我們在有危險性 等一下放進去 你可以先 先放水瓶的 然後呢 最後才把它全部立起來 因為泡水會比較好 好來 請這邊 我那種媽媽級的做台級很厲害 我們就這樣分批 其實上次那邊大概分兩批就好 但是我把它分了四批 分了四批 就知道說我們可以整個都弄完 好然後就把它立起來 這個東西不嚴重 也不是什麼大事情 等我一下下 等我一下下 誤會誤會 好 OK 好 這邊的話 既然把它立起來的話 它等一下泡水下去 它才不會 它才不會浮起來 這邊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對 讓它 這個這個不會怎麼樣 這放著 全部 能立全部都立 因為這個比較小號一點 OK 好 然後人塞了塞 好 OK 好 接下來我們到旁邊去裝水 啊 所以說水瓶頭慢慢開 因為我們這邊有加壓馬達 其實會 會非常 力量非常的大